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頻道的阿倫 今天我跟 我們今天來到了這邊是香川縣 日本的香川縣最有名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烏龍麵 大家可能對香川這個名字 比較沒有這麼樣的熟悉 不過大家對戰棋這兩字 一定非常的不陌生對不對 其實香川的古名就是戰棋 所以說戰棋烏龍麵 對 超有名 大家應該聽過吧 沒有聽過的 趕快去Google一下 對 然後我們這一次會有兩支不同的影片 來分別帶大家看一下香川的各個地方 還有一些非常適合拍照 旅遊的一些地方 然後我們今天的第一站就是來到了 這個地方叫做 Sakaida Udon 它這間店很有名 它是非常老知道的 連當地人都很常來 而且它裡面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們要自己煮麵 對 而且聽說便宜又好吃 香川的烏龍麵他們主打的就是 安い 早い 美味 三種不同的元素組合在一起 好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對 大家可以仔細聽一下周圍的聲音 可以聽到很多人在吸麵的有沒有感覺 吸麵聲 超有趣的 然後這個是麵的湯汁你就在旁邊 然後你就自己把它打開來就可以裝囉 我們點五人份的炸物跟五人份的烏龍麵 才1900日比耶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要自己求麵的地方 好 像這樣把烏龍麵放進去 放進去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所以你一次温熱它 然後把它睡著 然後接下來來到這邊 來到這邊 然後我們再 加湯… OK 這個是薑 這個是那個天婦羅的炸物的炸炸 OK 然後這個是我們所拿的五種不同的炸物喔 然後它的烏龍麵我們點的是中碗的 日幣280 超便宜 然後這個炸物的話呢 一個是日幣100塊 超級便宜 OK いただきます 炸物 超大 這是什麼 雞肉耶 超大一片100塊 來 各位啊 讚奇烏龍麵 讚奇烏龍麵的特色就是非常的Q彈跟滑順 你覺得不自己的感覺就是吸得超多進去 超好吃 它們覺得 還滿Q的耶 炸蝦也100塊喔 它糖喝下去整個身體都暖起來 好 然後吃完了之後呢 我們再拿到這邊放 他們就會幫我們收囉 OK 我們出來了 哇 吃這一間很像在打仗喔 對 上班是不是加那個 對 而且因為這邊剛好在 他們的附近都是很多公司的地方 所以這邊很多人中午都會來吃 然後我自己個人是覺得呢 這一間非常的有味道 就是如果你是很想要體驗 當地人他們在吃烏龍麵的樣子的話 我覺得這一間非常推薦大家來一下 而且說真的呢 因為剛才在拍的時候很緊張 因為後面一直很多人在排隊 真的 它這間的換作率超快 OK 好啦 那我們現在吃完烏龍麵了 我覺得這一次的香川之旅呢 有機會的話我們還想要再吃更多不同 不同種類的烏龍麵看看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準備去下一個地方 叫做栗林公園的一個地方 然後那邊好像可以體驗穿河服 然後可以在那邊拍照之類的 就去看看吧 栗林公園這邊還滿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裡面很大 除了很大之外 它總共有分左右兩邊 有一邊是專門就是日式的庭園 很大 然後另外一側是比較洋式的庭園 所以說兩種不同的造型的風格 在這邊都可以得到滿足 好 那我們現在就買票準備進場吧 好 然後這邊是他們這個 入場券的販賣的地方 然後大人一張是410塊唷 哇 這邊真的很空曠喔 好 然後現在在我身後的這個呢 是這邊非常有名的一族松樹 是跟石頭結合在一起 然後它有一個非常棒的意義在裡面 大家看得出來這裡面呢 有兩種不同的動物組合 大家看得出來是哪兩種嗎 這棵松樹的名字叫做 ツルカメ 簡單來講就是賀跟龜 大家有看出來嗎 哇 這個栗林公園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呢 就是這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松樹 從我們剛剛有看到一些就是有整理過的松樹 還有這個聽說就是好久好久以前 就開始就在這邊的 就讓它自然生長的這種松樹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松樹的一個公園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如果是天氣好的話呢 在這邊散散步真的是還滿不錯的唷 好 要乘船的話要戴這個帽子 根本不是個船夫嘛 OK 我們結束了 這個還滿好玩的耶 就是它裡面的庭園這樣真的還滿漂亮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準備來去體驗一下穿和服 走在這個日式庭園上面的感覺吧 OK 我要去換衣服囉 OK 我們現在換好衣服了 對 穿衣服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外面散散步囉 穿著穿衣服散步在這邊 是不是更有日式風格呢 小米覺得穿和服走在這種庭園 感覺怎麼樣 很有感覺啊 瞬間覺得自己很日本 很日本 小姐 一個人嗎 讓大家好好好的看看我的這一身 感覺上這口罩可能可以換成更加的和風的感覺 應該更搭了 哇 這邊真的是怎麼拍怎麼美 對 這邊真的還滿適合來拍照的 而且雖然說有些地方你會需要掌握到一些角度 或什麼樣之類才會拍出比較好看的照片 不過真的 這邊還滿適合拍照的 歡迎大家有機會的話呢 也可以在這個麗林公園這邊走走唷 好 我們現在去完麗園公園之後呢 哇 才看到這邊有海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要坐船到小豆島去呢 然後再帶大家看一下小豆島那邊有些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今天也會住在那邊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再等明天看看 鄉村這邊還有些什麼好玩又值得拍照的地方吧 好 大家早安 對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叫做寒霞溪 然後這邊有個纜車呢 大概坐五分鐘左右可以到一個山頂 然後聽說這邊的紅葉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在山頂看出去的景色也是非常的遼闊 而且在走過去坐纜車的路上 大家可以看到路上已經超多紅葉的耶 小米覺得剛才的纜車怎麼樣 很棒啊 好順才很漂亮 超漂亮 而且我們現在就經過一個 一株紅葉的樹下 哇 真的好紅耶 對啊 超紅的耶 大家有看到嗎 哇 各位看到後面那個景色 超級美耶 傳說中的賴呼內海 終於來到這邊了 紅葉再配上外面賴呼內海那個海景 真的是非常的美麗 我們非常推薦大家來這邊走一遭 然後順便可以拍一些照 然後那邊好像有一些賣店之類 所以你到上面來之後 你也可以在這附近逛一下 如果你不想坐軟車 你也可以直接把車開上來 也都是完全OK的喔 OK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裡是第二展望台 然後這邊有在賣一個這個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圓圈圈喔 我們把這個丟過去就是你可以許願 然後如果可以穿過那個圓圈圈的話 代表你的願望會實現喔 對 又要丟東西 我真的很不會丟東西喔 我們來挑戰看看吧 完全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開始抓感覺 好難喔 你要有誠心誠意嗎 你要許 有 我有許願… 後面有人要教你 喔… 好 它叫我們 好啦 差一點點 換你 唉唷 會飛耶 很爛 丟高眼 飛得滿漂亮的啊… 快差一點點 哇 心曠神怡 OK 這個就是モミジサイダ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加冰淇淋喔 紅葉汽水 這個是這邊才有的紅葉的巧克力喔 就是這個 還可以試吃喔 小豆島的醬油也非常的有名 而且他們是全手工製作的醬油 然後因為小豆島也盛產醬油的關係 也有這一種有放橄欖油在裡面的醬油喔 好 掉下去了 掉了 掉了 哇 這邊這座山真的很多地方都有像這樣子的觀景台 非常漂亮 好啦 那我們逛完這邊之後 我們現在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的地方是 據說是那個魔女宅集變舞台的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叫做小豆島嶽公園 OK 那我們就過去囉 我們現在來到了小豆島嶽公園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很大本的書 然後這上面是寫了關於這個 橄欖油的一些歷史 而且它這邊有一個門有沒有 它這個代表的意義就是說 橄欖油的事情就是從現在開始 我們進去吧 OK 這個是魔女宅集變真人版 拍攝的時候的那個麵包屋 他們現在把它移過來這邊 現在是賣一些像是一些耳環 飾品之類的東西喔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視角似曾相似呢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風車這邊 然後在那個一開始我們到的地方呢 可以租借這個哨子 我們就可以去拍一些那種 我們就好像騰空起來的那種 魔女宅集變騎著哨把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邊大家也都有去見 然後都在這邊拍照 那我們也來挑戰看看吧 好 然後這個是橄欖樹的葉子喔 有沒有 有沒有愛心的感覺 非常可愛喔 來 不要 OK 吃飽喝足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準備前往下一個景點囉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天使的散步道 它是位於海中的一條那種淺灘 然後會因為潮起潮落的關係 然後那個路線會一下出來一下不見 如果你是在退潮來的話 你甚至可以走過去 據說跟重要的人一起手牽手 走過那條路的話你們的願望就會實現 然後現在來的時間是下午2點40分左右 然後現在是可以走過去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吧 對 就是這一條天使的散步道路 而且上面就有一個觀點 看下來也很漂亮 那我們走過去吧 好 我們現在去完天使的散步路了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準備前往下一個地方囉 OK 我們現在準備要離開小豆島這邊了 我們等一下就要去旁邊坐這個船 然後再回到原本的那個地方 在回去之前後面這邊也是有一間賣店 可以讓我們稍微逛一下 因為小豆島這邊是盛產橄欖嘛 所以說如果你還想要買什麼東西的話呢 可以趁現在趕快進去買一買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準備坐船 回去昨天的那邊囉 然後回到那邊去再帶大家去吃一個 就是這邊很有名的東西叫做橄欖牛 然後我們吃完之後呢 我們這一集差不多就要結束了 不過還沒有結束 我們這次來到鄉川呢 我們還有另外一支影片 至於我們會去哪些地方的話呢 就在下一支影片帶大家去逛逛囉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去坐船 然後我們準備去吃橄欖牛吧 我們會在一起吃屁股 kop 我們會去吃屁股 我們要去吃屁股 Laurent,由於是那邊吃屁股 他們離開 我們會在一起吃屁股 他們會去吃 hardened 烤酒 各位 這個就是橄欖牛 橄欖牛它並不是說有加了橄欖油什麼之類的牛 它是橄欖拿去炸油之後剩下的橄欖的 果實的部分他們在拿去跟飼料混在一起 然後用那個來餵養大的牛 就是橄欖牛 我們來吃吃看吧 開動 好軟 好吃喔 口感吃了也嚇一跳 結果口感還滿不錯 還滿清爽的 好吃 OK 吃飽了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晚餐橄欖牛 目前因為橄欖牛它其實說真的數量還滿稀少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吃的話呢 應該是大部分只能在鄉川這邊才能夠吃到啦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來到鄉川的話呢 我也推薦給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真的是很軟 而且有一種那種淡淡的清香 實在是不會說明它那種感覺 總之就是吃起來非常的清爽好吃 好 那以上就是我這次來到鄉川旅遊的第一支影片 然後第二支影片很快就會上傳了 請大家不要錯過囉 我今天去過的一些詳細的景點呢 跟一下詳細資訊我會放在YouTube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內 有興趣也可以Check一下喔 好 那今天的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OK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呢 就是金刀比喻宮的第一階段 預計到我們的目的地 是要大概780幾個階梯吧 累的不是說爬這樓梯 累的是你要戴著口罩爬樓梯 先讓我逃避人生一下 OK 我們現在來到了今天的最後一個天空之境 然後這邊是父母兵 天空之境算是它的別稱吧 大家有感受到了嗎 就是像這樣子 跟著我唱片 每次好過一 不是說句000 那些人生 warehouse 到未然這一次 是個美容貼的